鱼盘怎样编绳美观呢? 拿货机烧线头末端拉丝 剪掉多余线头 指甲刮一个弧度 这样好穿过刘比尔 穿过来以后 通常另一股线不好穿过刘比尔怎么办? 我们可以烧线头末端 联合在刚刚穿过刘比尔的股线上面 这样就可以带过来 抓过来以后我们分开联合的部位 两股线同时拉至顶珠的部位 这样就穿过来了 强平边的方法 左线要个骷髅眼 右线压左线 从后部骷髅眼部位穿过来 相反的慢下来的 右线绕个骷髅眼 左线压右线 从后部骷髅眼穿过来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剪掉多余的线头 烧线头的末端 这样编组的牌子既没关又结实 如果觉得有用的老铁 喜欢和田玉的玉友们 点订阅加入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